行動面前 四千人看我以後 有一個媽媽在Facebook跟我聯絡 她說 導演 這個電影對我的小孩 有一個很好的影響 我說為什麼呢 我的小孩啊 我小二年級 她隔天 隔天就開始 就一直跳一直跳 學那個小咖哩跳 她看不到我 我說是喔 好可愛喔 她跳多少 她至少一天跳五千下 我說不行 這樣膝蓋會受傷 後來 我對我這小孩 不要 不要再跳 這小孩叫小鯨魚 很可愛的名字 小鯨魚呢 我想問你幾個名字 小鯨魚在這裡 來 小鯨魚 小鯨魚 小鯨魚今天也來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小鯨魚啊 跟她媽媽講說 她要把 她的 積蓄 全部拿出來 請她 學校 所有的小朋友 肯定 好可愛的小鯨魚 小鯨魚 然後呢 小鯨魚不要害羞 你看 那麼多叔叔伯伯阿姨 等下你要跟她募款 我看到後面 前面有貼一個 我們這個學院 這個 這個講座 是不募款的 好 先把她打破 我要叫小鯨魚 來先 各位 募款 她後來 她錢不夠 她又做了一個錢筒 你知道 到處去跟她講 我要請我同學看電影 你會不會要捐款 這個 電影 如果可以 把很正向的力量 渲染出去 我相信 三年 四年前 我在寫這個電影劇本的時候 我說台灣怎麼可能 只有這麼 每天報紙打開 電視打開 都是一些狗壁刀罩的事 烏冤瘴氣的事 難道台灣就這樣 一直烏雲罩頂嗎 難道台灣沒有一點點 正面的力量 正面的價值存在嗎 所以我當初 我去寫不倒翁經的時候 不倒翁的精神 不倒翁的力量 在整個社會需求 是很強烈的 那時候景氣很差 那時候還在做什麼 那個叫做 流子停心的那個 那個政策 無心價 對 無心價的政策 如火如土在進行 我說 完了 台灣難道要趴下來嗎 所以我們在做 不倒翁的奇幻女城 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 台灣很正面的東西 要把它提出來 台灣不倒翁的精神 要把它提出來 結果四年後 這個力量 這個不倒翁精神 還是很需求的 經過四年 並沒有更好 我們的政府 很多 自己圍揮作膽 然後 都無所謂 然後在管人民 管人民這個不能那個不能 我說我們的政府 已經失去很多 他應該政府機制 所以 所能夠扮演 所以 我說 像三年書院 這樣的情況下 我願意 借用 陳玉峰老師 在玉峰關子裡面 提到的一句話 他在教大家 環境 保護了這個概念 他講到說 他也是借用佛家的話 那我再借用他的話 來跟各位分享 就是菩薩 畏陰 眾生畏國 我們環境 這個波度已經70度了 夠嚇的 你也是把 原生植被 這樣切切的 去做平能 做金 波度這麼 抖了 你還去種那個東西 然後把原始靈 破壞掉 然後 吐十六來了 你才來掉眼淚說 我們這村莊 真的是幾十年來 怎麼 不可能有吐十六 怎麼會吐十六呢 你那時候才掉眼淚 菩薩在你當 不當的開發的時候 就掉眼淚 你要等到吐十六 你才掉眼淚 一樣的 你今天 小孩子吵鬧 山西陪伴 山西保母化 小孩子吵鬧 大人圖一個便利 把手機丟給他 裡面亮晶晶的 會動 小孩子 都還不會講話 就開始 在那滑 一直滑 滑到 很大了 現在 兒童樂聽 兒童樂聽環境 已經惡化到一歲 甚至不到一歲 最新統計出來的 我們小孩子的 接觸 山西院士 平均 一個禮拜 四十七小時 四十七小時 每天六點多小時 泡在那裡頭 所以 我說 你今天天天給他餵毒 你都不知道 可是 等到小孩子 去跟他唱 去跟他劈 去吃毒 流眼淚 所以我小孩這麼可愛 這麼善良的小孩 怎麼可能會這樣 你都不知道 是你叫他來的 因為 你每天都在餵他毒 你不知道 因為 小孩子心思還沒成熟 那些東西 他根本 無從辨別起 我舉一個例子 美國曾經有一個 校園暴力事件 十幾年前 一個小朋友 十幾歲而已 拿他家裡面槍 去校裡面 掃 那個 打 他進來就打 打死了十幾個人 後來 警察 去他家 搜出一堆 這個 任天堂啊 電玩 這種東西 警方